乐心帮助别人是布施 给人温暖的微笑也是布施 布施行善乐于助人 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重要的修行 佛教的布施是抑制个人物质的贪念 从而获得新的成长 一个人如果想获得心灵上的增长 就必须无我的布施 如果有强烈的回报欲望 这样就无法省起正念 多行善当中时常我们讲 这个说要去布施 那使者布施在我们经典里面讲 有这个财师、法师、还有所谓的无畏师 那一般我们在家人所做的只不过财师 使者除了财师以外 还有一种就是没有钱 那我们怎么施呢 那使者布施不是说只有钱 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体力 去帮忙人家 那这种也是一种布施 当一个人在布施的时候 不仅仅是生的行动 也是心和意义一起行动 康海的布施将一个人获得提升升起智慧 可以说布施是佛教最重要的修行 寻求圆满觉悟的法门之一 十方新闻贵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增加两天 小时候 展示 总和 一路